接下卫生局副局长手中的硬性正式宣告双溪区卫生所主任交接完毕 这是新上任的双溪卫生所主任徐国佑曾经担任台大家医科的医师 也曾经在宜兰的医院服务过 现在将担任双溪卫生所的主任在1号当天也举行了交接典礼 接下卫生局副局长手中的硬性正式宣告双溪区卫生所主任交接完成 这是新上任的双溪卫生所主任徐国佑 承认台大家医科医师也曾在宜兰的医院服务过一段时间 现在将担任双溪卫生所的主任在1号当天举行了交接典礼 我相信我们双溪区是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 那卫生局一直把这个地方当成我们卫生局要好好来经验 照顾我们市民健康的一个地方 所以特别请到我们台大的招财生 徐主任来到这边服务大家 那我本身是台大医学系毕业 然后在台大医院家医科训练结束之后 然后到罗东博爱医院服务 接着直到在双溪这边有这个卫生所主任的这一个工作 然后因为从以前到现在一直对于这些偏远地区的医疗 一直想要尽一份心力 而曾短暂代理卫生所主任 也就是现任的护理长胡淑华表示 希望卫生所主任到位后能替偏强地区的医疗注入更多资源 同时前来参与交接的许多代表也对于新主任有很高的期待 那我也会敬我 我还没有要退休啊 我要敬我最大的努力 然后来帮助那个新来的主任 我一定会尽力地去帮助他 然后能够照顾我们双溪居民的健康 家庭医学科其实顾名思义 虽然我对医学方面不是很熟 可是顾名思义大概 他相关的不管是你老人病也好 或者是你一般的疾病甚至慢性病 甚至相关的家庭医科包括小孩儿童的 我想他都能够很清楚的知道这个 埋伏我相信未来我们双溪人的所有的生命 所有的医疗健康都会托给我们徐徐任 在今天请拜托你 希望卫生所能够在一切工程顺利 并且在进行免费的时候能够完成 除了有徐医师的担任我们 有希望来担任我们这个职务 担任卫生所主任职务以外 硬体上面我们有希望有很好的设备 所以希望可以藉由这个机会 可以来到双溪这里服务 那希望在双溪这边 把一般的一些预防保健业务 继承医疗的一些必须要的一些项目 都把它执行好 那让双溪成为一个 比较健康热火的一个城乡 本身是家庭医科出身的徐国佑主任 对于偏乡地区的医疗照顾 也有很大的热忱 他也期许自己能替双溪的居民 带来更好的医疗资源